高雄新京区间商旅清晨六点多传出火警 34名旅客紧急逃难 有人跳到隔壁施工的大楼 有人直接爬到冷气室外机上等待救援 仅销将四个人救出送医 其中一人宣告不治 死者将信男子年约50多岁 住在商旅已经三个月 而起火点就在他的房间 事发第一时间 他赶紧逃生到隔壁房 仍不幸死亡 熟悉火光伴随浓浓黑烟 不断从窗户窜出 23号清晨六点多 为在高雄新兴区 7前一路上这间商旅穿出火警 一名男子就坐在死多层楼高的 冷气室外机上等待消防救援 另外还有人直接跳到商旅旁边的施工大楼 打开窗户 然后看到对面有印架 然后表情 所以我这边有擦伤 我的皮肉面 现在看 冰冰 看妖怪 就要有金照片 好够了 消防人员从火场中救出一名男子 因为没了生命迹象 赶紧实施CPR 这间商旅总共入住 省四人 消防公救出四个人 其中一人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死者张希男子约五十几岁 在商旅住了三个多月 起火点就在他的房间 1103号房 事发第一时间 他赶紧逃生到隔壁 没想到人逃不过死结 我没见到有人 警察告诉我们 有人来到我们房间 但我们知道 我们离开房间 我们就逃跑了 对 起火点是在1103的房间 大概是什么东西造成 床铺 床铺等杂物 当下他是1103的房客 那他就不晓得什么原因 会跑到1105 据说前一天是很虚弱 商旅已经联络了死者家属 至于为何会起火 详细的原因 仍待进一步调查离期 最后我们提供秀成 校主委员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云林斗南家KTV 21号晚间遭人宅电 业者疑似在外头 与人结怨 有口角纠纷 对方就料来人骂 持球棒宅电 警方目前掌握了 气人倒案 其余还在查气中 但店员私下表示 从来没有听过老板 与人结怨 应该是对方找错人 敲击声 此起彼落 一群黑人持球棒闯入KTV 二话不说 就是一阵猛杂 把店家的盆栽 玻璃砸破 甚至就连停在外头的轿车 也不放过 整段过程 全被同伙拿起手机拍下 上传网路公开分享 杂电冲突犯在21号晚间9点多 在云林斗南 一家KTV时尚会馆 店家已是在外头 与人结怨 有口角周分 对方派来人马砸电泄愤 撒名指泼漆油 一群人砸完电后 还嚣张地漫步离开 完全没在怕 店员私下透露 老板形势确实比较高调 但不曾听过与人结怨 怀疑对方应该是 找错人砸错电 警方获报后 目前已掌握7人盗案 其余人等尚在查气 详细原因 警方仍在理清 借过正义 云林冲倒 新美市刑警大队 一名陈姓侦察佐 疑似涉嫌 在侦办案件的过程当中 侵吞办案扣留的毒品 他查扣到了7包 却只上缴了6包 新美检方昨天突袭 兵分三路搜索 带回陈姓侦察佐 跟两名证人 检方在复训之后 7年凌晨向法院申请 积押警戒 戴口罩头滴滴 还用文件遮住脸 22号新北检 指挥新北市调处和刑大 到新北市刑大 侦二队办公室搜索 约谈证明陈姓侦佐 到案 因为他被指控侵占 扣案毒品 从地检署离开后又回来 意思就是在检察官要求下 再度回刑大搜证 根据了解 新北市刑大 证明陈姓侦佐 过去侦办毒品案 半年内逮货黄性毒贩两次 扣回海洛因 暗非他命等毒品 不过他却遭黄性毒贩检举 交回毒品回脏物库时 上报数量有短少 查扣了七包 只上缴六包 疑似涉嫌侵占 脏证物 新北市刑大 接获检举 主动报警 地检署偵办 检方带回当初 陈姓远警 偵办黄性毒贩的两本卷宗 但陈姓远警喊冤 说这名毒贩连续被他逮捕两次 侠怨报复否认犯案 目前由专案小组调查 涉案情形 尚待厘清 本局将秉持误望 误重之立场 以不掩饰 不避重 不护短之态度 积极侦办 检方在陈姓远警办公室及住处 查扣手机 随身碟以及文件 并同步以证人身份 带回两名远警 复讯后 依贪污治罪 侵占非公用 私有财物等罪 将陈姓远警生涯禁见 要厘清消失的毒品 到底跑去哪 接着查会讲目 与王丽颖新北报道 国营事业 台延实业名化之后 子公司台延绿能 两年就亏损上亿元 被踢爆 曾任民进党中职委 台延绿能前董座的 陈启玉涉嫌弊案 外传当时台绿成立之后 一口气在台南嘉义等地 签下光电租赁契约 又找来认识的民股承揽工程 疑似 左手换右手大捞光电材 检方大动作搜索台延 三十二处据点 清晨生压前董座 陈启玉等五人 有六人交报 其他人则是被请回 六年前站出来 邦告市长陈启玉 打选战提振士气 陈启玉曾担任立委 告示副市长 民进党中职委 不过如今却被踢爆 在担任台延子公司 台延绿能董座时 涉及弊案 2023年年底 资本额3.7亿的台延绿 2023年光这一年 就亏了两亿五千万 陈启八年前 接任台延实业董事长 隔年子公司 台延绿能成立 项目包含绿色能源 当时传出一口气 在台南嘉义等地 签下光电租赁合约 获利从数百万到千万不等 又传出找来自己人 次大民股承揽工程 通过违约赔偿金等方式 赔给厂商 疑似左手换右手 大捞光电财 竟然自己私自 引入了四大民股 在考土地开发 那个红辉国际 陈启玉的儿子 还曾经在那边任职 简发20号立刻大动作搜索 台延实验 涉案人住所等 32处据点 另外包括前董座 陈启玉 前总经理 苏昆华 郭信前副总经理 两间民股负责人 还有证人等 34人等遭传唤 向法院申请 积押禁件 定检察官预知 诚信被告等6人 交保新台币 10万元至30万元 陆叶正宣 二三号清晨 前董座陈启玉等 5人招生压 台延也声明 全力配合调查 而营运也一切正常 相配合厘清案情 如果真正有步伐 是绝不宽恕 毕竟台延光是相关资料 在去年就售了两次 光电并案错综复杂 这回又传高层射案 司法将持续调查 记者欢迎请 台湾超不倒